可是万贵妃他可不是这样 万贵妃是把他夫君暴打的人 你们记住了是暴打的啊 你们心中就别想这事了 你这辈子不可能有这事 你跟他差多少岁的是可能的 但你不可能把一个人暴打变成你的丈夫 那如果万贵妃是个有心计的人呢 这个心计如果超越了我们今天所有的想象 包括电视剧电影的想象啊 这个心计呢就太可怕了 如果一个19岁的女孩抱着一个皇子的时候 就想17年以后这人就是我丈夫 要跟他结婚 我觉得这事不太可能 但是这个世界的很多发展 就是把这不可能变为可能 所以我认为万贵妃一开始没那么大心计 他的心计是在后来不断的 在他人生成长的过程中积累的 那么当他觉得他可能成为这个皇上的妃子的时候 这个心计就要起作用 那么这种心计呢可能是在这个成化皇帝啊 这个年轻的时候啊 他就有这种对他有一种抚育 这种抚育呢是从身体到内心依赖于 依赖于他 所以成化皇帝次打生出来啊 抱在万贵妃怀里啊 这个万贵妃怎么给他的基辅至亲 不是我们一般人能够想象的啊 这种心计逐渐叠加 一直到最后他获取成功 那么从某种角度上讲 我们今天老师生活中有一种缘分 其实这种缘分是一个天赐的 就天赐给他给万贵妃这样一个机会 能够接近 能够如此亲密的接近成化皇帝 那么如果一开始有人发现万贵妃有这样一个心计 我想万贵妃肯定不能走到最后 不管是谁发现 不管是皇后发现还是这个大臣发现 都不可能给万贵妃这样一个机会 那么一个小小的皇子呢 在这个日子里 未来的日子里 17年的日子里 一天一天一天的长大 当这个成化皇帝啊 慢慢能向万贵妃微笑的时候 我现在就是很难想象万贵妃最初 是怎样一个想法 万贵妃啊 这时候心计可能加重 利用这个孩子啊 对他的依赖 从心理到生理的这种依赖呢 最后17岁啊 一说19岁一说17岁 反正成化皇帝就娶了36岁的万贵妃 我们现在想啊 这年龄差距确实有点大 19岁啊 但是你仔细想 当时呢 这个万贵妃也是36岁 36岁的女人啊 如果生活条件好啊 不管是在古代还是在今天啊 都保养的非常好 正是一个女人 我们按照常规的说法最有女人味的时候 我们过去老说啊 徐娘伴老 风韵幽存 就说的是这种感觉 那么自打啊 成化皇帝啊 娶了万贵妃以后呢 这个万贵妃一直伴随他终身 这太难得了 这人有什么大的魔力 我这就不知道 咱都不能说魅力 是魔力啊 万贵妃在成化皇帝40岁那年去的是 那年他多大呢 这个万贵妃呢 大概589岁啊 就是他大个19岁嘛 快60了 他去世了 正常 在古代活60岁已经是很正常 那算寿宗正寝 去世的时候 成化皇帝说了这样的话 他说万贵妃走了 我的来日啊 恐怕也不多了 这话啊 真是一语成谶 成化皇帝就在万贵妃 死了半年以后 跟他一块去了西天 你想想成化皇帝才40岁 他心里有多痛苦这事 能跟着他就奔了西天 40岁 说到这儿我就想 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县城故事 怎么就没人把它写成好电视剧呢 去天天去搞那胡编乱造的 成化皇帝的这个故事非常明晰 怎么明晰呢 是他在他执政的头十年 他最年轻力壮的时候 他没有生儿子 你知道这皇上啊 他要没了儿子啊 咱先别说皇上没儿子 咱就平平平头百姓 没儿子都受不了 我们过去呢 就说啊 这个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就是你啊 这个不孝经 父母 有三条 你没有给我生你儿子 为最大的事 所以你没有儿子 就等于没有后嘛 没有后就没人继承 你这家就要断了 皇上家要断了 他就是国业就断了 是肯定是不行 所以到了成化十一年的时候 这成化皇帝已经二十八岁了 小三十岁了 我们今天说 哎呦 这二十八岁我才结婚呢 你不是皇上 皇上二十八岁 早就应该 不是说妻妾成群呢 这儿女都成群了 是吧 我们今天二十八岁 还说我小伙子 我这还没结婚呢 可是古代呢 这岁数真的不能算太小了 有一天啊 他有一大臣啊 大臣分很多种 有一种贴身大臣 就是伺候他的 就是一天大臣叫张敏 给他梳头 梳头 我们现在不用 其实我这头发根本不用梳啊 自个儿也不梳 也用不着人梳 可是过去人的头发续发 明朝皇帝都续发的头发很长 天天有人梳头 据说这长头发 别人给梳是特舒服的事 我这没体会到 我没这么长的头发啊 不知道这女人是不是 长发的人别人给你梳着特舒服 那么梳着梳着头呢 这个啊 穷化皇帝就自个儿呢 就发现自个儿有白头发了 你知道吗 这白头发怎么能 能看见 过去那人的头发长啊 自个儿就看见 这黑头发里夹着有白头发 我这头发全白了 我也看不见 他顶着脑袋顶上呢 看不见 这皇上自个儿看见自个儿有白头发了呢 就叹气 皇上也有软肋 就叹气 说 我都有白头发了 我这还没儿子呢 这时候这张敏呢 就哭灯 给这皇上给跪下 说皇上啊 陛下有子 你有一儿子 皇上一愣 这事不开玩笑吧 你想啊 谁敢拿这事开玩笑 大臣拿皇上开这么大玩笑 我们今天都随便不能指一同事 说您外头还有一儿子呢 好家伙 现在都不敢开这玩笑 你说那古代大臣 怎么能跟皇上开这么大玩笑 所以皇上说 你这话当真吗 张敏说 当真啊 说皇上你记得不记得 前些年啊 五六年前啊 您去 我陪着您去图书馆查书 碰着这么一人 那女孩你记得不记得 苗族人 从广西俘虏来的 姓季 皇上想了想 一音乐是记得有这么一人啊 说那孩子 眉清目秀的 说您看上他了 啊 直接就在图书馆 把人办了 偷偷的 您记得这事吗 皇上说 好像有这么点事 这管理员啊 姓季 后来也是妃子 季妃就怀上了 你知道啊 这万贵妃 自个儿给皇上生过一个 生过一儿子 没活 没活这就太痛苦了 因为他有年龄差 他那岁数啊 古代人到那岁数 就基本上没机会再生了 所以他就把皇帝 看得很死 谁给他生一儿子 那万贵妃就没有地位了嘛 所以任何人都不能跟皇上进身 一旦怀孕 马上就置于他死地 马上让他流产 过去啊 这宫廷里有各种怪招 这是皇上 跟任何一个妃子 宫女 跟任何人睡了觉 马上就有人点你的血 就不能让你怀孕 所以啊 成化皇上就一直没后 怀不上孕嘛 所有的宫女啊 妃子啊 什么的都都都都怀不上 怀不上 但是他这个跟孕妃啊 跟这管理员是查书的空档 弄这么一家伙 他就怀上了 怀上了以后呢 光当人生了 生了一个儿子 这一下满宫廷的人 就满一个人 就满着万贵妃 不能让他知道 因为所有人都恨这万贵妃 你想他跟皇上这关系啊 怪怪的一个关系 所有人都恨他吧 还没法跟皇上说 因为皇上不是恨他 所以这事所有人都瞒着 在宫里一瞒 瞒了多长时间呢 瞒了五年 你想这五年 这风声得多紧 不能说出去 没有任何人走漏风声 所以呢 大家都知道 这孕妃生下来的这儿子 就是皇上的血脉 这孕妃啊 在明史中是有转的啊 这绝对也不是瞎编的啊 当陈化皇帝听说 自己有这么一个儿子的时候呢 你说他能干嘛呢 他肯定说我得看他去啊 就立刻就说啊 头咱别输了啊 你给我扎不扎不就行了 备叫 我现在就去 咱们现在说 司机给我准备好车 咱就去啊 说我不耽误 赶紧去 这边马上就派人通知孕妃啊 通知孕妃 就说皇上知道这事了啊 说这个一会儿就来 这孕妃呢 就对着他这儿子 这儿子五岁啊 你知道现在这五岁的孩子 什么都知道啊 那脑子比你还清楚呢 就说啊 一会儿就来一人 这人呢 有点小胡子 穿着黄色的衣服 龙袍啊 这人是你亲爹 就是当今皇上 说儿子我跟你说啊 你见了你这爹 我就活不了多久了 这话说的太伤感啊 你知道这个 这宫斗剧 为什么就是特吸引人 就这事太残忍 古代这种事 真的是听过的 这说皇上一会儿就嫁到 果不其然皇上就来了 这时候呢 史记上的描述非常有意思啊 史记上是这么写的啊 就说这个 这小儿子啊 五岁这小儿子 当时呢 已经被他妈换了一身 小红色的衣服 头发呢 散着 你知道过去呢 这孩子也不理发吗 身体发腹 受之父母吗 啊 就是悔之不得 你不能随便剃的 所以都是披着小头发 啊 长长的 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 然后呢 这陈化皇帝 一眼就看上了 一下就把这孩子抱起来 直接搁大腿上了 你这皇上这动作 都是很亲密的动作 过去谁敢啊 直接坐皇上腿上了 陈化皇帝 这样说 我子也 类我 这话给你解释一下啊 这个古汉语很有意思 他说 我子也 这是判断句 按照我们今天的话说 这是我儿子 我子也 啥字 咱们说 这是我儿子 至少得说五个字 类我 什么意思呢 就是像我 类似我 我们今天不说类似吗 累我就是非常像我 说哎呀 这是我儿子 长得真像我呀 皇上当场就认了 也犯不着做什么DNA 说长得就是我这样嘛 是不是 一个月以后 继非服毒自杀 为什么服毒 咱不知道 给了他多大压力 不知道 张敏吞金而逝 也死了 张敏这大臣 忠诚 我们现在人身边 很难有这种人 我们现在人的身边 都是骇人 那时候都是帮人 帮主子 万贵妃 对皇上的这种 各种管制呢 到此为止 因为皇上有儿子了 有儿子就别费那劲了 你想想管制起来 所有的工具 各种事都管得挺累的 皇上毕竟是皇上 您虽然是 是跟皇上很亲 您也就是一贵妃嘛 所以呢 从那以后 成化皇帝就开生 成化皇帝生了 多少个儿子呢 我可以告诉你 他生了十个儿子 在明朝皇帝里 他这个 他这个生这个儿子的数量 仅次于啊 开国皇上朱元璋 生十个儿子挺多的 因为这中间 你一般情况下 概率就是二比一嘛 还有十个女儿呢 所以这一通生 生了这么多儿子呢 这个你知道啊 明朝的皇帝 清朝皇帝都一个母子 不知道为什么 这皇上一过 这朝代的中叶以后 生育率都下降 明朝后来的皇上也不生 你看到了嘉靖那就拐弯了 对不对 清朝是到了咸丰以后 就拐了弯了 是吧 到同志以后就拐弯 所以他这个生育能力都很 就不行 就是你生不出来 你像康熙皇上 生了五十多个孩子 那皇上等等的 他能生 你说后来这皇上都不行 所以明朝皇上 清朝皇上一到后 都不给劲 后来越来越来越就完了 成化皇帝生下来的 这个皇子啊 就是跟季妃生下来的 这个皇子是谁呢 就是后来的洪志皇帝 洪志皇帝啊 洪志皇帝生字号 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啊 一夫一妻制啊 这是载入史册的 这个故事啊 真是让我们看见一个 千古爱情的故事 不管这个故事一开始发生的 有多么离奇古怪啊 如果站在阴谋论上 看它是非常的龌龊 但是最终的结局是非常好的 不要说一个帝王 就是我们一个普通的平民 能有这样一个结局 就一声足矣 就是后面是非常圆满的 那么我们就把这话题说远了 我们干什么扯这么多贤篇呢 因为要说成化激刚碑呀 我们今天叫窦彩呀 明朝的时候不叫窦彩 就叫五彩呀 窦彩这词最早是清朝的这个 雍正乾隆时期的南遥比义 初见此词 原来就叫五彩 那么这么一个啊 明朝的激刚碑啊 我们看看啊 大致的模样就这样 我们就拿准备了一个 这个尺寸呢 大小呢 样式呢 跟明朝的这个 这个著名的成化激刚碑 是一样的啊 这呢 不值2.8个亿啊 值多少钱我也不告诉你啊 反正不值2.8啊 那么这个激刚碑当时干嘛用的呢 一说是茶碑啊 一说是酒碑 我记得我们说天字罐叔说过 这东西应该是酒碑 喝黄酒的啊 这个明朝初年的饮茶习惯呢 刚开始改变啊 刚开始改变 就是这种喝茶的方法 就必去茶叶 喝这个茶水的这种散茶的方法呢 是这个明朝初年 朱元璋下政令改过来的 朱元璋为什么要废团改散呢 是因为呢 明朝初年的时候呢 这个财政情况不好 国家财政急需钱呢 我们过去说 开门七件事啊 柴米油盐酱醋茶 茶是最后一杯 但是茶叶 在唐代开始就征税 一直征到1954年 没有间断过 茶是重税 为什么茶是重税呢 因为茶是暴利 今天你喝的很多茶啊 那包装 特别奢侈的茶 我告诉你 最贵的 第一是广告 第二是那包装 第三才是那茶呢 所以我特别不主张 过分的去包装这个茶叶啊 今天很多人送我那茶叶 打开一个包装 又是个包装 里头又是铁盒 茶没多少 我不喜欢这样 我觉得这样是一个非常大的浪费 茶税呢 这个当时是支持国家财政的 所以朱元璋当时有个特别喜欢的公主啊 公主就是女儿嘛 然后他的这个女婿啊 就是假私带茶叶走私 就被朱元璋当时砍了头啊 你可见当时 这个国家的这个财政啊 这个茶税 国家把它看得有多重 那么我们又说到这鸡钢杯啊 这鸡钢杯他他他他不喝茶他喝酒 那么说这上面他画的什么文饰呢 这是鸡啊 这是一家 齐了荣荣一公鸡 母鸡三个小鸡啊 奶黄色的三个小鸡 公鸡是常见的大红公鸡啊 母鸡画的很有意思 那么他为什么画这个鸡文呢 是我们能够查到的文献都并没有记载 所以只好猜测 猜测呢 说来说去也没啥道理 只好瞎猜啊 唯一的个道理呢 就是成化 登基那年呢 是以游年 就是基年 这是现在唯一一个可以解释啊 的这个鸡钢杯的这个鸡的来历 可能是 他登基那年是鸡年 鸡呢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又有吉祥的含义 可能源于这个考虑做了鸡钢杯 但我觉得这个解释多少有点勉强啊 鸡钢杯呢 什么时候就开始变得有价值呢 并不是成化当朝 而是到了明朝末年的时候 它就开始有价值 当时的 是有文献记载的啊 是有这样的记载 说什么呢 神宗啊 上十啊 御前有承杯一双 直前十万 承杯一双就有一对嘛 有俩 说在万历皇上跟前 有他祖上 成化皇帝的这个杯子 成化皇帝跟万历皇上 隔着好多代呢 说有这样一对杯子呢 就值钱十万 这个值钱十万是个虚数啊 不一定是实数 就按照我们今天的说 话说就值好多钱 由于万历皇帝的这个推崇 或者说喜欢呢 又由于这段史籍的记载非常明晰 到了清朝以后 从康熙后期开始 康熙前三朝呢 就大量仿制鸡钢杯 那么 仿制的各种鸡钢杯 包括鸡钢碗呢 这些呢 这个画片呢 都非常的接近 那显然清代化的 跟鸡有关的这些文士 都照着成化的鸡钢杯来的 我印象中啊 好多年前啊 我是在拍卖中 看到一对雍正的 这个窦彩的 这个鸡文的碗 它不是鸡钢杯了 这么大 这么大 这么大那碗 一对特漂亮 卖了大概上千万块钱啊 那时候 太贵了 没舍得买 也没那个那么多钱啊 所以清代啊 康熙前三朝的这种 推波竹篮呢 是对鸡钢杯 做了又一次大的包装 这个包装呢 就导致鸡钢杯 后来就越来越值钱 成化这个豆彩 鸡钢杯经过清初啊 这个一百多年 你看康熙前三朝 加起来一百三十多年呢 这种旋转包装以后呢 到了清末 西方列强打进来的时候 人家也会打听啊 这个西方人有时候判断中国的东西啊 直观是一部分 还有一种呢 是学习 就是打听 就是说明朝什么值钱呢 有人说 嗯 就是全部带年号的啊 这值钱 再有呢 就是我们相传中的 带年号名字的 比如我们知道的成化碑 啊 就是鸡钢杯啊 景泰兰啊 景泰年间的 万里贵 宣德卢 这种把年号搁的钱呢 配一东西 这东西全值钱 所以这些东西都特有名 那么西方人呢 他进入中国的时候呢 就开始搜罗东方的艺术品 我们都知道啊 十九世纪的后半夜 是西方各大博物馆 搜罗中国艺术品 最疯狂时期 所以你今天到欧洲去看 不管你去大英博物馆 包括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包括欧洲的很多 像法国的集美博物馆 我们说的瑞士的鲍尔博物馆等等 包括英国的维多利亚 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等等 这些博物馆里的中国艺术品 大约都是十九世纪后半夜 搜罗去的 各种方法 那么比如瑞士的这个鲍尔博物馆 这个鲍尔博物馆呢 它就很小 这个鲍尔这个人 我们讲过没讲过 都不记得了 就是当时他有一个极刚碑 比如好多年前 咱们杨振宁院士 娶了翁藩 当时差多少岁呢 差好像是58岁 一个82 一个28 差54岁 我这算术不太好 差五十多岁 那么可是你知道 翁藩当时是成年人 他28岁了 成年人 成年人能够判断这个世界 所以呢 才有一个 看似不可跨越的鸿宫 让他们一步就跨过去了 这个当时虽然在中国社会上 引起轩然大波 但这事是跨过去了 万贵妃十九岁那年 绝对都是母子之情 你想一大姑娘啊 怀里抱着这么弱小的一个婴儿 身体柔软啊 抱着怀里那什么感觉啊 你摸着他那感觉 一定不是爱情 都是母子之情 那么这时间长不行 您这老抱着 你这孩子不是就一抱着就抱大了吧 你得给他喂他饭吧 你得给他洗澡吧 洗澡不能穿衣服吧 你看他什么都不避讳 你就看着他一点一点大了 这大的时候 身体各个部位都会发生变化啊 这些你们都比我还懂 我不太懂 你们都比我懂 那么谈恋爱中有一点啊 男女之间啊 他必须有一种东西隔着 你才能谈恋爱 你说你什么都不隔着 看的不是清楚 你这恋爱谈不成 尤其您这是一点一点看清楚的 您得全看清楚了 这事就变得没什么意思了 对吧 但是这没意思往往是一边 你比如说这女的吧 这男的抱大啊 大19岁本身还有年龄差 在过去啊 这19岁女大19岁巨大的年龄差 今天这社会什么都不新鲜 大19岁还真不算太大啊 那么你想这万贵妃 把这皇上给他抱大了 这中间这所有的意思啊 就一点一点都都没了啊 没有这意思呢 哎 这就变成另外一个意思了 就是他们俩呢 啊 这个男女之情的这事就 就彻底的变成了一个夫妻了 这夫妻的时候呢 这妈啊 这万贵妃呢 只好每次啊 荣装前驱在前头 每个人的人生都不一样啊 但每个人的人生情感 是可以相通的 所以我们可以体会别人的情感 在我们每个人的这个人生啊 成长的过程中 我们每个人都要遇到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我就不管你是男的还是女的了啊 你遇到这问题叫男欢女爱 你肯定要遇到这么一个情感问题 那么我们所有的情感问题 基本上都是在一个对等条件下进行的 我们说的是基本上 也有人不对等 那么对等条件呢 我们按照常规来算呢 就是大部分人说 第一个首要条件是年龄 这个年龄差呢不能太大 大致是在一个允许的范围之内 什么叫允许的范围 就是社会大家对你不